看看新闻榜 发生恶意栽赃 记者也来到4月8日 双方发生冲突在售楼处进行调查 他们还是每天跑到这里闹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不光是工作上 还有这些人员上 造成了很大的一些伤害和压力 真的是这样的 而且他们来的时候 根本就不跟你讲理 反正就是一说你的话 马上就冲一堆人过来 跟你吵 跟你闹 如果说的再严重一点 就砸东西 你为什么会注意到 被他们业主打了 当时是怎样一个兄弟 当时的话 我们在维护秩序 然后看到有的业主 在打我们的兄弟 然后当时我就第一反应 掏出手机过来 然后拍下他们打人的证据 然后其中有一个老头 然后直接把我手机给打飞了 飞到他们的人群当中 然后我去捡 就捡手机的一瞬间 有四五个人 上来对我拳打脚踢 其中有一个人手里面 拿着一个黄色的石头 刚好一手可以握住的 然后从我的背后 直接对我的耳朵上面 然后头上面这样砸过来 然后当时这边就全都是血 上楼处被砸 保安被打 开发商看来也是满腹委屈 那么对于自己的过激行为 业主是否感到后悔呢 他自己说砸掉了 说我们把它砸到了 他所有的夜店平店了 一个都没砸 就是把桌子椅子 这些不值钱的砸掉 他们召集了保安 每天都有一百雷号人 出手相当独 把我们有七十多岁的 两次打上住院 暴力维权的结局 谁都不愿意看到 那么业主代表 为何一定要使用这种方式呢 现场的嘉宾 是否能给业主 提供其他解决之道呢 对方说他自己的保安 也有受伤行为 你们是否承认 是是是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争执 我们不可能不还手 当老人被打 打得头破血流 躺在地上的时候 那有血腥的男性 这个时候绝对都不会站在那 擦着手在那观看 肯定是站出来维护的 我们理解 所以我就说一旦冲突发生 双方其实在某些日常 都是受害者 说实话我坐在这里讲 我还理性地讲 昨天的时候我是在火车上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第一个看到 是一个老人倒在地上 被打成这样子 鼻鼓也打断了 然后眼睛红肿得很厉害 当时说实话 我不会再有理性了 因为你要这么欺负我们的话 我们再不还手的话 难道我们就为了讲理 难道就这样被人家压着打吗 潘小姐 作为一个开发商的负责人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认为开发商 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 为更妥贴 以我作为 如果假设说是这个开发商的话 我会选择来出面 跟他们进行一次沟通 但是这个沟通的内容 基本上是这样的 第一 就是说 这是一个市场行为 大家要符合这个契约精神 那如果说您觉得说 这个里面是 含了您所说的 这个代引号的承诺在里面 那么这个承诺的东西在哪里 如果只是一个广告 是不是能够被法律支持 如果说他被法律支持 那么请您走司法途径 那你们说的是 为了诉诸法律的话 一个打这种官司很费钱 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第二个 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打赢 因为我们咨询过律师 说实话我们咨询过 我们考虑过这条途径 集体诉讼 律师不敢接 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 但是就是说律师不敢接 所有的律师都不敢接 我们那个地区的 你说让我们怎么办 因为你们是强势群体 我们是弱势群体 你们有几十亿 上百亿的资金链 我们不行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您肯定也是一个购房者 当您跟我们面临 一样的情况下 去买了这套房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您会怎么做 罗律师您必须得 回答他这个问题 如果您就是买这个房子 也是被他这个广告 至少他这个广告 在我们现在看起来 可能是有虚项 相当有吸引力的 相当有吸引力 您会怎么做 第一步 我想请他写进我的合同 当然我可以告诉你 大部分情况下 我是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为什么 开发商说 这是我们就订好的 如果说你要写个特别条款 对不起你别买 是不是 那我有两个选择 一 我不买 二 我觉得有可能 这房子还是不错的 挺适合我 我怕到别的地方买不到 我就继续买 如果我是第二种情况 我只能认这个后果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我在05年的时候 买过一套房子 第二天国家首次出 宏观调控政策 签完合同的第二天 我跌了20万 所有人都告诉我 罗律师你是律师 你可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但是我选择遵守合同精神 因为几年之后 这个房子翻了好几倍 这都是合同签下来的 因为你要考虑到 合同的另外一方 跟你之间 有一个基本的权利平衡 如果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 我们就会选择 超出法律和合同约定 以外的方式 去运作 去维权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说 你可能面临 所谓被打伤的情况 你愿意选择哪个呢 好吧 我们也听听 其他的观众 对二位的诉求 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的王女士 王兴 38岁 天津人 花费320万 购买190平方米商品房 因房屋质量问题 与开发商维权四个半月 我非常支持 林女士和关先生的观点 我甚至坚决地支持 非理性的维权 因为我在和 我是天津人嘛 我在天津买的房子 我在跟开发商的维权过程中 刚开始采取的就是理性维权 长达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后来我们采取了 非理性的维权方法 他们开始和我们对话 什么样的方式算非理性 我们通过那个 拿宣传单 阻止新来的客户买房 在这个时候呢 开发商的工作人员 对我们进行推散 甚至威胁我说 你还想不想活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过 我不就是买了一套房吗 我做什么了呢 我现在辞职了 已经三个多月了 我由原来的一名白领 变成了一名房屋的 质量宣传员 游击队员 侦察员 甚至变成了一名演员 这些都是谁造成的呢 我觉得维权本来 他也是一个专业的人 所以我倒是建议 我们以后有权要维的人 自己不一定要出面 专门请罗里斯他们 因为专业的人都没有办法 为你冲锋限制 获得成果 我自己去躺这个地雷的话 地雷阵去堵枪也 我觉得成本太高 那现在他自己有言在线 承诺的难道不应该履行吗 那我都给你三个指引 第一个指引 如果他做虚假广告 你可以工商局去投诉举报他 没用 这样可以便于后面的业主 不至于上当受骗 正如你想达到的一个 潜在诉求是一样 我们已经投诉了 第二个问题 但是没办法解决 你启动诉讼程序 并不一定要请律师 你可以到法院 法院的导诉台 导诉的法官会告诉你 怎么启动一场民事诉讼 这个成本相对较低 第三点 你去要求开发商跟你去沟通 根据你们的合同规定 都有这么一条 如果双方沟通无果 可以通过不动然所在地 进行法院诉讼 你们合同里面 已经给你这样的指引了 所以这是你们最有效的途径 把你们最合理的精力 划在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上 对 好 谢谢你 谢谢大姐 好 我们再请出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州 我是林女士的闺蜜 然后我今天来这个目的 我是想解说一下 你还是不要围圈了 我看你每天这么辛苦 身体也吃不消 我是你的闺蜜 我知道你不是房闹 你是那种 有事情的话 就自己 太年相对的人 林女士结婚了吗 她是一个人在台州的 就比较辛苦 然后自从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她每天去围圈 我也比较担心的是 她的人生安全 她昨天还跟我说 她们的维权的业主 已经被打得住院了 还打得鼻青脸肿的 鼻子都断了 你如果也被他们这样打的话 你爸妈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小林 你还是不要维权了 我自己也坚持了 有十几天了 真的人也很疲惫 每天也就睡四到五个小时 为什么我今天戴了墨镜 也是怕上了这个节目 别人看到我会报复我 但是我辛辛苦苦地 漂泊了这么多城市 工作了这么多年 然后突然发现 我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都白费了 心里很不能接受 我之所以买这个房子 就是想让我后半辈子 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想让我的父母来到我身边 我已经有三十七岁了 然后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 自己的父母在老家农村 爸爸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然后他们还不能得到 我很好的照顾 我买这个房最大的希望 就是能把他们寄到身边 虽然现场大部分专家都认为 关先生和林女士 应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但两位当事人 还是坚决要与开发商谈判 解决争端 为了帮助双方理性沟通 记者特地找到了 开发商的经理代表 提出了希望其 与业主见面的建议 那么究竟开发商销售经理 会如何应对呢 我们其实也就是说 很想跟客户一起坐下来 一起进行一个 很好的一个沟通交流 但是当4月8号 出现这种事情以后 我们肯定会配合警方 把这个事情查出来以后 再接下来跟客户 进行一个 一个很坦诚的一个交流 我们相信广大业主 广大购房者 也是很真诚很善良的 所以我觉得 当真诚和善良 走在一起的时候 这件事情应该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 可以说是比较完美的 一个解决 叫焦东银行 对本节目最要关门播出 下期多忙直播室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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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